近年来,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污染,各种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。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,日本经常遭受地震以及海啸的侵袭,导致日本民众深受其害。 此前,日本还因7小时连续爆发4次地震,冲上了国内热搜。 除此之外,日本的多座火山集体喷发,更是使得日本民众人心惶惶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就在这些事件过去不久,日本国内再次传来新的灾难预警。 有专家直言,灾难一旦到来,或将导致19.9万人死亡,对此有网友表示,比新冠还可怕。 据有关媒体报道,此前日本专家公布了九级地震强度下的灾害设想。 根据专家介绍,如果日本爆发九级地震,将会导致近20万人死亡,数十万栋建筑物被摧毁。 除此之外,专家表示,在这种情况下,日本方面必须做好最高级别的防震措施。 众所周知,日本位于两大板块交界处,地震活动十分频繁,其民众常年笼罩在地震的阴影之下。 因此,做好防震措施是日本有关部门的首要任务。 此前,日本方面在全国建立地震监测站,用来捕捉地震波和震前预警。 据了解,此次专家公布的最新灾难预警,给日本国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。 对此,日本方面表示,为了应对重大灾难的降临,应在全国范围内建造大型避难楼,确保更多人不受地震威胁,同时地震演练也是今后的重中之重。 据悉,此次重大危机的来临,或将导致日本数十万亿的损失,而富士山作为日本最大的火火山,随时有喷发的危险,到时将会严重威胁东京的安全。 值得注意的是,由于日本地震海啸等灾害频频发生,使其国内民众的防震意识普遍提高,有关部门在防震抗灾方面也有不少经验。 但在高强度地震发生时,这些经验也显得力不从心。 对此,有关专家发出警告,如果灾难真的降临,会牵连数十万人,这可能只是开始,想要减少损失和伤亡,还是要积极应对灾害的发生。 最后拜托大家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还有小铃铛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。 谢谢你观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。 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